禮拜六日就是會一直窝在那個家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今天勾窗簾 明天補油漆 Hi 我是Opera 今天呢特別看他挑一個沒有工作的下午 享受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大家也知道我之前去年 還前年底默默的搬進一個 你們沒有看過的空間 我們決定要住在桃園之後他才被調到台中了 所以房子也是有了 然後又要被調到台中 所以現在就是 他長期都住台中 然後我大概禮拜三 工作結束之後 我會盡量把工作排到一到一二三這樣 然後禮拜一去台北看小路 然後禮拜三下午呢 我就會帶著夜夜開車下台中找他 然後禮拜五晚上我會再開車去他公司借他 我們就會直接回中壢 然後就會在中壢住這樣 就住假日 然後禮拜一早上他再來台中上班 就是現在這就是我們的模式 沒有辦法改變這樣 但是我們兩個其實已經 漸漸的習慣了 之前大家也有問過 就是我們要拍什麼 house tour或者什麼room tour 就是沒有特別想要介紹我的房子 或者是我們的家 然後或者是我的彩妝是怎麼擺的 那之前租屋處我覺得可以介紹是因為 那個不是我弄的啊 就是 那個是房東原本就給我 我只是加了一些點綴 但這個房子呢真的是我們從頭到尾喔 從毛培屋到油漆怎麼漆 南油補漆然後到我們自己去買了電鑽 把電鑽鑽爛了再去買石英鑽鑽用的電鑽 然後廚房的瓷磚我自己貼 然後不喜歡的面板我自己去買自己刮甚至地線火線連自己的開關都換掉那種 就是我們兩個真的是從頭到尾都自己做 我們沒有請設計師 我們只有把一部分的錢投資在系統櫃上 因為我們家的坪數比較小 那今天就想說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家裡最近添購了一些我覺得 算是到了一個里程碑的那個概念 其實真的是非常無聊的東西 但是就想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家裡非常滿意的角落 再加上我們台中目前是有人在裝潢 所以會很吵 希望我的那個丹田還夠力你們還聽得到這樣 所以如果對這一系列的那個影片是有興趣的話呢 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好了 大家我來了 首先呢就是要跟大家說 從我們當初自己開始弄的時候呢 我其實找過非常非常多國內外的網站 就是我還有朋友他以前很喜歡美國的Pottering Barn 他們真的是船運 連床架 櫃架都是從美國運回來的 然後我自己那時候其實在要準備弄房子之前 我真的是上網 Pinterest啊 然後任何你可以想到的圖案 Hashtag什麼 我都有去找過 然後我就會在我的手機相本裡 其實我現在手機應該還有一個這個 對 有一個是100室內設計 就是我去加了非常多室內設計的社團 然後Facebook什麼之類的 然後去拉說我喜歡他們的哪一些東西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就覺得第一個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沒有那麼多預算請設計師 我們要自己來 然後自己拼拼湊湊家具的話呢 有一個重點就是色調你不知道會不會統一 因為我也不是那種喜歡全白的人 然後也不是喜歡全灰或全粉紅的人 我是喜歡去配色的人 所以那時候呢 我自己做了一個功課就是我雖然是上網買 因為很多上網買真的會比較便宜 比較麻煩就是你必須要去找評價是好的 包含你就算是買淘寶 然後買台灣的一些賣家 或是買一 台灣其實有很多家居線上的 它是那種有超級無敵大的工廠 倉庫可以讓你參觀 款式也會比較雜 你要自己去找找到你自己喜歡 然後我那時候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打開自己的電腦 把譬如說這個賣家我想要的沙發 這個賣家我想要的椅子 全部這樣拼拼拼在一起之後呢 去對那個顏色 因為我不知道我家到底這個沙發配這個椅子跟這個桌子好不好看 因為他們沒有在同一張圖裡啊 你不可能要求這個廠商說 欸你給我一個去背圖好不好 然後我就把它拼拼湊湊去確認說 欸這個窗簾配這個顏色好不好看 因為我們連窗簾都是自己上網訂 然後自己買回來之後呢 找那個勾針自己勾 我跟男友自己勾 然後自己去特立屋量那個長度 然後再請特立屋的人來幫我們裝 就是我跟你們說省錢真的有省錢的裝潢方法 我跟男友就是這樣省下來的 我們後來大概 整層家的家具 家具 我大概花了15萬以內 就是全部 買買定 所有你想到的 桌子 地毯 椅子 大理石的餐桌 然後玻璃桌 然後還有小圓凳 就是你想得到的東西 這些我是花這些錢把它湊回來的 這樣所以其實我們花的錢真的是非常的精簡 然後3C那部分我就沒有管 就是全部讓男友去決定 因為像冰箱啊 還有洗衣機啊 都是男友去決定 因為他就是比較認真的有去查說哪一些機器哪一些廠牌什麼之類等等的 我就是負責比較軟體的部分 然後像我自己很滿意很滿意 我們家的一個牆 是我們的玄關一走進來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那種就是當你要租一個房子或是買一個房子的時候 就是誒家長就來囉意見就來了就會說誒這邊應該要怎麼樣你這邊不應該一進去就看到客廳啊什麼whatever 就是有一些風水的問題 我自己一開始是完全沒有在乎這個 但是後來是因為我們自己有買系統櫃 我們唯一一個會碰到不是我們家自己的人了 就是系統櫃的老闆 那那個系統櫃老闆他其實就是有 以他的 多年來的經驗跟我們說他建議 因為我們坪數小 如果在玄關設一個隔間的話 除了我們可以收納鞋子以外 也會有一種 誒這邊是放鞋子走進去有一種另外的空間感 我覺得他們就是身為 可能室內設計他們比較有這種sense 那我那時候是覺得我沒有特別的這種感覺 那現在住了一年其實 我還蠻喜歡這個設計 我其實非常非常滿意自己的一個設計 是我們一進玄關會有一個大大的網美鏡子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如果來我們家的人一定會覺得 What's this 到底誰多自戀會買一個這麼大的鏡子 那個鏡子其實是有玄階的 那時候我們 建商弄好我們的家的時候 然後我們進去浴室看 我進去浴室看非常非常不滿意的點 是一個是櫃子 就是櫃子他的木皮 我覺得他的貼皮非常非常的醜 那個就是等一下再講 然後呢就是他的鏡子 他的鏡子是平面鏡 所以等於你的浴室是沒有任何收納的 我們浴室只有下面打開是有水管的那一種 就你那根本沒有辦法收太多東西 那我的就是我的牙刷要放他 男友的刮虎刀放哪 就是這些東西都沒有辦法收藏 女生的衛生棉到底要放哪裡 就是會放在外面就會很醜 所以那時候呢 我們就是毅然決然的跟那個 系統櫃請他幫我們加一個櫃子 就是變成大鏡面 但是裡面一整片全部都是收納櫃 你的浴室相對會乾淨很多 也會整潔很多 那這個鏡子就是 就是要丟掉 因為他後面其實是有電線啊 還有一些開關什麼的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丟掉也太浪費了吧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這到底可以用什麼用途 然後我就上蝦皮找那種便宜的賣家 就是我真的不需要貴 我就找那種非常便宜的相片框 然後他是可以克制Size 然後我那時候還非常克納 根本沒有皮尺這種東西 非常不專業 我就用 就是用一個筆記本 我那時候就在寫 就是我們 每一個地方的尺寸 我是怎麼寫的 我是寫 5張A4 那這種 連皮尺都沒有帶多懶 然後我那時候就好像是 5.5張A4乘以幾點幾A4 然後就這樣 我就超有種的 我就頂了 結果頂來 欸怎麼樣 真的不合 鏡子跟那個相框根本合不在一起 就是他後面 插了大概零點幾公分的那個落差 鏡子就完全卡不進去 後來是跟我媽 記得他以前用木雕的那些工具 我跟男友就是慢慢的刮 慢慢刮 慢慢刮 把那個木頭的邊緣刮到 可以讓鏡子進去之後呢 然後我們再用slicon把它封起來 刮在上面 他就變成我的網美牆 所以我現在每次有朋友來家裡 他們都會說天啊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拍照 因為他真的拍起來非常好看 而且我就覺得 出門之前會有一種 嗯 我可以出門的 的感覺 就會提醒自己說 有什麼東西沒帶 或是 蠻漂亮的 這樣 就可以出門 這是一個我非常滿意 我們家的一個點 然後第二個點呢 就是鈕扣牆 鈕扣牆也是我自己 非常非常滿意 我自己設計的地方 上網巢鈕 牆壁掛鉤 後來全部來之後呢 男友拿了電鑽 然後我們就在準備說 奇怪這麼大一面牆 我們到底要怎麼拼 我真的是完全沒有畫槽高 我就說好這個在這 嗯好這個下來一點 這個下來一點 結果弄完後就覺得 欸 莫名的也很滿意 然後因為他是有那種 鑽壁虎進去的那種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牢固 他是可以撐超級無敵重 所以如果很多朋友來我們家 他們都會把他們的那個外套啊 雨傘啊 包包全部都掛在上面 然後其實男友當初有跟我 掙扎一點 因為他沒有很喜歡 在牆上鑽洞 然後這個部分 我一開始就跟他說 欸這邊我要設計一個扭扣牆可以嗎 他就說 嗯可以 最後最下面我放了一個 IKEA摔壞的時鐘 因為我覺得他是 剛好是白色的 就會覺得 欸有一種畫龍點睛的感覺 就是上面都是扭扣 下面是時鐘 這樣 然後在家裡呢 我盡量會加很多綠化 以前我都只敢用就是假的綠化 現在開始慢慢會買一些多肉啊 然後什麼黃金格啊 小的蕨類啊 或是花 每個禮拜去擺不同的擺設 就真的會讓你覺得家裡有一種 生活的儀式感 是非常開心的那一種 然後我覺得增加的綠化也會讓你覺得家裡比較有溫暖跟 居家的感覺 就不會像是樣品屋 一回家你就會覺得 嗯 好舒服喔 然後再來呢 我是一個很重視擺設的 之前你們其實看過很多次我的化妝間長什麼樣子 那個鏡子呢 是我特別從淘寶訂的 然後他說很多台灣的服飾店都是跟他買的 我那時候特別跟他訂了一個 然後那個下面呢 我就會放很多 譬如說我平常 品牌收到的盒子啊 或者是一些我覺得漂亮的紙袋 還有我平常比較不會背的包包 但是我覺得擺出來很好看 所以我在前面拍照的時候就拍 包含拍我當天的穿搭 或是拍我今天 想特別拍的妝容什麼 我都會在前面拍 因為我覺得那邊就是我自己set好的一個 我自己的網美牆 專屬於我的 所以其實很多朋友來我們家看到都會說 原來這個角落這麼小 我跟你說那個角落真的很小 因為我們家屏數就是很小 可是我覺得 透過擺設 而且我大概 一個月 或是三個禮拜 我就會去換一下那個擺設 就你如果問我男友 他可能不知道我動了哪裡 但是就是 微微的變動 會讓你的 每次看那個角落 會有一種不同的感覺 就會覺得 喔換男性 我覺得這個對於住家跟就是 居住下來的氣氛來說也非常的有感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房間 主臥室的部分呢 其實因為我們真的沒有什麼裝潢 就是幾乎是零裝潢 只有系統軌 所以我會靠不同的顏色配色 像是抱枕的配色 綠化擺放 甚至是很便宜的那種壁畫 不同的擺放 然後還有一些小小的燈飾 都可以增加你房間的儀式感 就是當你沒有辦法 花大錢去設計一些 欸這個什麼抽屜或什麼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這些小東西 讓你自己的房間 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就是溫馨感 然後包含廚房啊 那時候我也是很神經 就是覺得我很想 很想要擁有一個磁磚 所以我自己就上網 訂了磁磚 然後一開始磁磚廠商還不出 因為他就說 我們這個應該要多少錢才會出的 然後我只買了一盒 裡面大概是三四十片磁磚 然後一整片裡面是 十幾個小塊 你要自己剪一下 然後自己配色 然後自己拼上去 一個一個用實力控 弄完之後我手真的斷掉 但是我就覺得 欸這就是專屬於我的家 因為那是我自己配色 然後即便有一些不滿 像上面有一些網子沒剪刀 或是有一些 水利控貼太早 然後沒有辦法移動什麼之類 就是爛掉他也沒有辦法移動 可是就覺得 欸那個是我手做的那種感覺 B價特別選了 黑色的顏色 然後我還特別去買了 水龍頭威 想把顏色換成黑色 就是覺得跟我的浴室 整個裝潢比較搭 然後還有我們的三腳架 然後毛巾架也特別找黑色 然後請男友幫我鑽 就這個家來說 對我跟男友來說 就是我是設計他是公投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 大概花了 一到兩個月吧 我們每個禮拜 禮拜五回家之後 禮拜六日就是會一直 窩在那個家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今天勾窗簾 明天補油漆 然後後天就是那個 掛架我不滿意男友 就幫我用剩下的油漆 幫我漆從我想到的顏色 鑽鑽頭 不會鑽就去特地屋問人 然後再去特地屋買新的鑽頭 然後再回來鑽 然後再量這個燈 再拜託朋友來幫我們裝這個燈 再去挑我喜歡的開關 然後再撿地線火線這樣 就這一切來說 真的都是完全我們自己弄的 然後最近我購買了一個 很新的東西呢 就是 Volka Volka 真的是我人生中覺得我花最貴的一個精品 但非常的值得 那天呢我們終於下手了Volka 就是終於刷下去之後呢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一直以來都是用小米水壺在煮熱水 然後當家裡如果是需要冷水的話 我就會把它倒在我的冷水壺裡面 然後我會有兩個冷水壺 因為我們喝水量真的很大 一個是我去日本買牛奶瓶 一個是就是好像是相應送的吧 一個紅色的水壺 然後一個就是小米水壺 小米水壺煮完我就會立刻把它倒在那兩壺 然後立刻再 熱水 因為這完全都會是不夠的 然後有時候冷水不夠的話 夜夜就會不敢喝 因為太燙了 然後我們最近就真的非常想要濾水器 包含台中有裝一個3M 然後我們後來就是 鄰居有推薦我們就去特立屋自己看了Volka 然後自己喝了以後就覺得很滿意 然後再加上它的控溫啊 然後面板什麼 然後它的水味覺得非常的好喝 那個時候我們是在考慮 Coway跟Volka 後來我們選了Volka是因為我覺得Volka它 整個出來比較單純 然後它也比較不佔空間 再來它那個面板啊 一開始你真的會覺得到底誰會用那個面板裝水 可是我就會 因為我就是那種 好我現在知道這個可以裝600 然後我就放在那邊點 30度600 放在那 然後我就可以去上廁所 回來之後600就裝好了 然後它上面有 好像60度 85度跟95度吧 這個是不能調整的 但是室溫它就是會隨著你水塔的那個溫度 變 就有時候可能25度有時候可能30度 然後你可以調整的溫度 你還可以自定溫度就是從室溫30度到最高95度中間 你今天如果非常鼓膜就說我就是要喝55度的水也可以 它就是會幫你生出來 然後第一次裝那個水的時候我就這樣子喝 我就這樣喝一喝 我就想說 What's this 就它真的跟你平常自己用水龍頭弄出來的 熱水壺煮出來的水 味道真的 Totally difference 真的完全不一樣 就是你會覺得 欸這是什麼東西 就怎麼那麼乾淨的感覺 然後我那時候就倒給葉葉喝 我一開始想說葉葉到底會不會發現 因為葉葉的舌頭其實非常的精明 就是你真的不用想騙過它 然後我那時候就幫它這樣裝好 然後我都說葉葉喝水 然後我就故意在這樣旁邊看它 它就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看一下我 我就想說 完了它發現了 它會不會不喜歡 它會不會比較喜歡以前小米煮出來有雜質的水 然後它就這樣子 狂喝 所以可見它一開始也只是跟我一樣覺得 What's this 怎麼這麼乾淨的水漿 但後來喝上去就覺得有點上癮 因為那天我裝的時候男友不在家 禮拜我回去的時候男友喝了一口 他就這樣 就偷笑 就我只要每當我稱讚男友說 你真的好帥 你真的好可愛 男友好man什麼 他都會這樣 就有點害羞的偷笑 然後他那天也有害羞的偷笑 就說 我們家好高級喔 這樣子 好啦今天就只是想跟大家閒聊說 我們家真的是 算是預算非常低的在設計 但是一直有慢慢的讓 我跟男友家 步上我們更想要的 一個境界這樣 然後最近購入了VOCAL 就覺得哇太適合拍一個 就是介紹 家裡各個我很滿意的角落給大家知道 還有最近我買了一個什麼家居精品這樣 好啦如果大家有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就是謝謝大家 好啦 然後今天穿的衣服是我昨天收到的 Tafany的衣服 Where to eat 然後我穿L號 這件真的比較小 我覺得很小 因為平常我上半身都是穿 S到M 雖然我是一個 蠻不瘦的人 但是我的 上半身 我們家的上半身都是蠻窄的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是穿 S到M 然後這件我要穿到L喔 他算是蠻合的喔 你們看 但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他是短板的 差不多到這而已 我覺得很可愛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就是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有買VOCAL的話 歡迎跟我交流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